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都会约在这里见面 例行交流最近的研究课题 可恶 来晚一步 要是能叫住阿贝多该多好 不过看他刚才那个表情 比平时冷淡一点 该不会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吧 要是那样 估计也没心情帮我 那个 请问你说的不高兴 是指阿贝多先生吗 对呀 我看他刚才表情和平时不太一样 不高兴 该不会是 你 你看我干什么 难道是地马乌斯最近想出来的研究课题太无聊 侵怒了阿贝多先生 不 不至于这么无聊吧 不会吧 我还想让地马乌斯帮忙来着 帮忙 可以啊 请问是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呢 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我在山上捡到一批特别特别甜的日落果 但这么甜的果子吃完就没了 很舍不得 所以 我想让你帮我做个装置 果子放进去直接变成果汁 这样就能一直保存了吧 你说的这种事 恐怕 咦 这点事都做不到嘛 派蒙这家伙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些离谱的话呢 那砂糖有投稀吗 呃 抱歉 你要的东西好像不属于我擅长的领域 非要尝试的话 有可能把你珍贵的果子都变成有手有脚的果子哦 哇 好平静又好可怕的描述 幸亏我习惯了 毕竟 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炼经呀 再说 一纸保鲜这种事也不太实际 如果几位是想改良果子或种子 我倒能帮上一点忙 炼经术士一般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 举例来说 蒂玛乌斯 阿贝多先生和我 研究方向都不同 派蒙想要的东西充满了想象力 同时也超出了我和蒂玛乌斯的能力范围 我想 就连阿贝多先生也不一定能做出那种不可思议的装置吧 说到底 炼经术并不是机械技术 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呢 这样嘛 亏我还以为炼经术是万能的呢 其实 早在阿贝多先生出现前 蒙德成的大家一度以为 炼经术是没什么用的学科呢 不过就算是现在 我也得承认 炼经术也只是世界的奥秘之一 而不是什么能让物质涌住的万能法术 呃 抱歉 不是在打击你 我只是想要火质而已 有什么不对嘛 不过 刚才说的都是我和蒂玛乌斯主观的感受 如果两位真的很想要这个神奇的装置 可以试着请教阿贝多先生 要是他也没办法的话 应该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吧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会不会不理我们呀 不会的啦 阿贝多先生才不是那种人 对了 阿贝多这会儿会去哪里呢 还是雪山吗 啊 没特别说明的话 他一般都会在雪山 阿贝多先生似乎对雪山一代情有独钟 也真佩服他不怕冷呢 那我们就去雪山找他好了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 不会吧 阿贝多先生不喜欢我这台能制造出小小冰金的炼金装置吗 我还以为这是个很不错的设计 想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呢 蒂玛乌斯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但 也许还需要一些巧思 这 这样啊 那我再想想 话说回来 这东西有什么用来着 怎么我自己也想不到呢 啊 那边好热闹 我们过去看看吧 啊 是旅行者和派蒙 没想到会在雪山遇见你们 既然是安博 还有赛琉斯会长 塔拉德 大家怎么都跑到雪山来了 不怕冷吗 哦 连旅行者也要加入了呀 好事 天大的好事 哈哈 人就是要越多越好 是啊 一下就放心了呢 旅行者一定会是可靠的同伴 对啊 仔细看看好多都是冒险家协会的人 其中还混进了一位侦察骑士 哈哈哈哈 还是让我来解释吧 我们冒险家协会最近在雪山举办了一个冬季特训 你们也知道成员的冒险经验各不相同 为了寻求突破 独自冲进雪山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提前做好安排 让前辈带领后辈 行家陪同菜鸟 大家一起进入雪山 在有保护的环境下进行训练 这样冒险家们就能共同进步了 这就是我筹备了半年的伟大计划 很棒对不对 你作为优秀冒险家 当然也会愿意加入我们 助我们一臂之力 对吧 难道是冒险家协会的前辈人手不够了 也 也有一部分原因 我这次巡逻经过了雪山边界 发现一个叫乔儿的孩子独自迷路了 我听说他长期住在这个营地 就把他送了回来 可是乔儿的父亲失踪了 对吧 我非常能够理解乔儿思念家人的心情 雪山上人烟稀少 他一定特别孤单 安博 嗯 我希望至少能给乔儿带去一些安慰 就打算按照乔儿说的习惯 陪他一起对雪人 同时 也可以在这里稍作停留 帮赛流司会长一点忙 诶 真的吗 谢谢你 那 我们现在就去找乔儿吧 我还交上了一位朋友 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 他应该会很适合这次的活动 赛流司会长 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没问题 放心去吧 我这边还要再清点清点 出发前再来叫你们 总觉得插不上话呀 难道说还是年轻小姑娘的请求更有吸引力吗 不要伤心 赛流司会长 您就是最棒的 嗯 你这家伙也别整天忙着休息了 物资准备好了吗 热身欲动做了吧 还不赶紧 哦 是 是 乔儿 我们来了 你们好啊 嘿嘿 难道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真开心 骑士大姐姐 你也是来堆雪人的吗 堆 堆雪人 啊 抱歉 抱歉 我还没来得及做介绍 这位是浪花骑士优拉 西风骑士团游击小队的队长 安博 你这样介绍太过正式了 人家很难记住吧 小朋友 叫我优拉就好了 嗯 优拉姐姐 你也叫我乔儿就好了 优拉 姐姐 好了 优拉要对小孩子记仇了 算了 既然你想这样叫的话 就这样叫吧 居然就这么放过去了 那么 安博 堆雪人又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听你说冒险家协会人手不足才来帮忙的 帮忙是另一件事了 但你看 乔儿现在正是应该开心玩耍的年纪 雪山上又没有什么玩具 从前是和爸爸一起堆雪人 现在爸爸不在身边 那就由我们来陪他吧 好 况且 优拉你独自在雪山上泡澡 不也挺无聊的吗 大家共同努力堆一个大雪人 肯定会很有趣的 对哦 对哦 我也会出力的 呃 丢来就拜托你了 乔儿 你知道那边有棵巨大的大树吗 我们以它为终点 看看谁先跑道 好不好 啊 嗨 好的 啊 两个人一下子就跑远了 都说不准他们俩到底是谁玩得比较开心了 等等 你们俩为什么互相看着不说话 乔儿这孩子 应该是没怎么在蒙德城生活过 他不了解我 也不了解劳伦斯家族 对蒙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哦 所以他才会亲切地叫你优拉姐姐 确实如此 在这孩子眼里 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蒙德人 有些意外 但我不讨厌这种感觉 哼 很敏锐嘛 大家聊天的时候 难道你一直盯着我的表情吗 这仇我记下了 坦白说 我有些担心自己会对不好雪人 我从没亲手对过雪人 家里管教很严 小时候并没有这种机会 长大之后 就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办 我已经开始觉得优拉很可怜了 你可真是自信啊 好吧 那么 闲聊就再次告一段落吧 我看到有冒险家协会的成员过来了 二位 现在的情况有些麻烦 我们盘点下来 发现报名人员是单数 就是说 只剩下最后一个教官名额了 至于人手不足这件事 其实是这样的 原本我们还请了菲谢尔来当教官 但他有事不在城内 只好让另一位冒险家带打 不过 那位也迟迟没有出现 幸好有你们帮忙啊 唉 两位好 我叫杰拉德 是个新人冒险家 那就 嗯 行 这个仇我记下了 唉 记仇 我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好好跟着学习 好 好 那就这么安排了 多谢尤拉小姐帮忙 如果之后还有成员报名 到时候我再来麻烦你 刚才你为什么要把名额留给优拉呀 原来是这样 嘿嘿 你人真不错 优拉刚刚还笑了 应该是理解你的心意了吧 仔细想想 一般人很难在雪山这种严寒环境中行动 优拉确实是最适合当教官的人选了 哦 我明白了 安博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推荐她来参加这个活动 说是要找素材 现在优拉都去忙了 我也不太想到处跑来跑去搜集东西 不知道安博他们进度如何了 我们上山看看吧 找个地方避避雪吧 我不会有事 奇怪 他们不是说要往这边跑吗 怎么完全没看见人影 难道是我们来太晚了 他们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那 那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我们快点追上去看看 我们快点追上去看看 你准备 gone 到这里为止 声音完全消失了 可我们的跟踪技术不是已经在那么多次旅行中练得炉火纯青了吗 居然还会跟丢 要不然 就是对方比我们想得还厉害 那他得是什么人呀 这个声音是 怎么有空到雪山来 原来是阿贝多 原来 你指的是 刚才我们一路走来 总能感觉到视线和声音 像是周围有人一样 没想到 居然是你在这里 那种气氛 害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真是的 没事不要装神弄鬼了 雪山上的视线和声音 也有可能来自动物和盗贼 在这里最好保持警惕 否则 或许会遭受各种意想不到的损失 两位来雪山有什么事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来找你 后来又决定要找安博 结果又先遇上了你 思维和语言表达都相当混乱 你 你这家伙 我是说 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啦 哦 是吗 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了 我洗耳恭听 总觉得他心情还不错 难道他并没有介意 帝马乌斯太笨的事 呃啊 装 装作不知道好了 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就当是来雪山散散步 看看风景 啊哈哈 那就直接说重点吧 其实 我们是在旅行身为冒险家的职责哦 原来如此 你们把那位新人交给优拉 自己跑出来偷懒了 怎么能叫偷懒呢 我们这是谦让哦 倒是你 今天来雪山做什么呀 最近有些朋友委托的稿子还没画完 我来辟静置地找找灵感 顺便搜集些原材料 什么的原材料 颜料 新银矿能用于制作高级银色颜料 我自制的银色颜料刚巧用完了 过来采点矿石 原来矿石还能做颜料呀 嗯 不过 开采时要注意区分 有些杂质含量高的新银矿 乍看也含有银色细颗粒 但光泽较差 制成颜料显色度也低 这种一般会被归为赝品或赐品 嗯嗯 那除了颜料 能不能再分享一些找灵感的方法 我也想学 你也想画画 不不 我自己就不用了 是想让这家伙学学了 我们到处旅行 偶尔也会遇上无事可做的夜晚 有时闲着 就想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 画画是家好事啊 可以留住瞬间 所以我认为 学画画一定不亏 对啊 你学一学怎么了嘛 学会了就能画我啦 想法不错 既然两位想多了解关于绘画的事 不妨跟我到营地去 那里有画材 可以边讲解边练习 好呀 好呀 安博可是堂堂西风骑士 一定没问题的 我们就不要管那些事了 先去阿贝多那边吧 走吧 外面这么冷 我想快点到营地去烤火 小偷 一定是小偷 小偷 一定是小偷 少了一些东西 难道是财物 很难说它的价值如何 但 我的一些炼金术笔记不见了 炼金术笔记 能卖出高价吗 对外行人来说 不过是一堆废纸 但对董行的人而言 里面记录的知识 比宝藏更珍贵 也就是说 是懂炼金术的人偷的 可这里是雪山啊 只有冒险家 盗贼和魔物 谁会需要炼金术笔记呢 我也有同感 不过 雪山上曾有过秋秋人 入室捣乱之类的事件 单凭眼前这些线索 很难下结论 这是 是脚印 脚印很新 看来嫌犯还没走远 我们追吧 别让小偷跑了 脚印从门口往那边去了 可恶的小偷